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绍方寸对决 方寸对决是一款以武侠为主题的 水墨画风卡牌手机游戏 神秘的无良传人应杰出世 玩家将扮演门派地址 下场传输一片天地 游戏玩法就是卡牌方式 玩家可以依照自己的卡牌来做攻击 除了在战斗的时候 需要搭配护甲卡牌 还有攻击卡牌等等 后期还会有更多的技能 有些是需要聚气的 就需要收集两张聚气卡 才能使用特殊的强力招式 另外玩家也有机会收集到武侠绝靴 将它装备上去 只要在累积能量 就可以使用改绝靴了 针对玩家的一般卡牌 会分为十大类型 两种武学为攻击 还有轻功内功则是辅助 玩家将可以升级这些武学 来得到额外的点数 就能够加强这些技能的特殊效果 也可以透过转弹取得 更多样的绝靴还有武学 也会有多样的副本直线任务 玩法真的非常多元 玩家需要将卡牌武器天赋 进行组装 选择英雄与其他玩家进行对决 使用出各种攻法 打出自身的连招 目前的游戏是城市当中 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 好了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 方寸对决 对又是一款水魔风格的手机游戏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 武侠游戏类型的 所以我就想来测试看看 我们先来试玩吧 因为游戏也是测试的感觉啦 所以应该也还没这次上市 好往前走 操作一下会耗损10% 好这个是战斗方式 战斗是用卡牌类型 感觉到时候可以学会一些技能 就可以这样用耶 好结束回合 蛮有趣的 目前都只有直圈直圈直圈 虚晃一招是什么意思 我们试试看 虚晃的话是增加护甲啦 蛮有趣的 我们看这边 它旁边其实可以点选就会自动导航 但是不能乱点 因为它会乱走 汇报情况 这样的极拐人数已经难不倒你了 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叫做雪姑娘家伙 我们现在是无良 这个是三吗 应该不叫三吧 无良倒吧 好我们去找小师妹 要去什么亚苏那边 他现在开始在介绍我们一开始这个新手村的人物吧 装备武器可以带来不同的卡牌技能哦 好走 去找这个雪姑娘 这声音会不会太大 好像还好 雪姑娘 请赤教 请不要留守 我是当代无良传人啊 好 每次使用可以获得内功 达到150可以使用绝技 这个是什么 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啊 好差不多结束这回合 我靠他要出绝招了 天霜飞雪 我们现在还没有要150点 那我们就先 建营 他右边好像有一个可以使用卡牌的一个数量限制吧 快乐快乐快乐 绝招 无名一闪 好我觉得虽然 虽然你要说好 画整不好吗 是啦 但是我个人就是蛮喜欢这玩法 很复古啊 应该是我比较喜欢玩的就是这种 武侠类型的游戏啦 好那现在这个领取这个傀儡的部分 他其实就是挂机 好 去找一下我们的 师傅啊 C服 我猜啊 这个送东西到时候应该是可以把他 就是加入队伍当中 好感度提升的一种 好去修炼功法 还可以在修炼吗 还可以在修炼吗 我靠 突破功法 我们得到了无良剑绝 获得一个 这什么净净修点吗 可以学到不一样的技能吧 我猜 这感觉绝剑感觉蛮帅的 全体感觉蛮强的耶 我没办法学学家招式的吗 可以可以 这招不行 其他我们有了 有装了啦 那我们还可以学其他的吗 这个是刀法吧 这剑法还是刀法 无良剑绝 和气剑法 我们现在都有了 然后我们修炼功法 功法是增加护甲的 提高臂力 哇 我懂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装备上卡牌 哇靠 他这个好复杂啊 没关系 我们先去什么牛家装吧 我觉得画面玩会很好玩哦 老实叫 嘿 点 因为你学会了秘技之后 你要自己搭配 走 我们去牛家装 他完成了那个 支线任务 蛮有趣的 金探号这个才是 前面有野兽 战斗啊 哇靠他的防御超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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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宝负 和气斩 团体 绝剑 OKOK 我们好像是有一个很像破四剑这个大招的感觉 他不用装备他自己会有 我覺得那個 有些地方我有點不太懂 要玩一下我才了解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像怪獸的東西 先擊破他的護甲 我們先增加我們的護甲吧 我們右邊那個是可以使用的點數吧 對不對 看一下他要用了野豬衝撞 他快不行了吧 來了 看我的無名一閃 怎麼差一點點啊 升級了 那是測試版啦 感覺現在蠻好玩的 又叫他去打阿翔 還是這是人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有一些裝備可以裝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把一些 升級對不對 我們應該不是用這個 應該是 這個 然後用修煉功法 然後用修煉功法 哎呀 沒了 然後我們可以增加基礎傷害 去拿小形 我先來 去拿大小型 阿翔 那就是他 他去抵抄 一個 可以裝備三個絕技 它叫做鐵心步伐 找獵戶商量對策 它收到還可以經驗東西 蠻可愛 蠻有趣的 來啦 我們直接去打那個 它是說熊對不對 有一個抓痕 半路的小野狼 先讓我來試試看你的力量 我靠特殊技能 當隊友死亡時會召喚一隻小狼 所以我就要打他對不對 全體力氣死 誒 看怎麼沒中 有了吧 有兩個氣了吧 聚氣 然後可以用這個消耗兩個氣 然後虛晃一招 再使用大著絕技 哇嗚 羊踢 後面玩法蠻好玩的 要升機了 升機了嗎 升機了嗎 哇 證據不足了 它的防禦力是 要先打哪一個啊 好像打哪一個都沒有差喔 好像打哪一個都沒有差喔 好 先暫時提高我的備力 我現在還不需要聚傷 聚氣才對 原來剛剛那個 增加傷害力要這樣用 在攻擊前啊 才可以用啊 在攻擊前啊 才可以用啊 先手 怎麼攻擊越來越高啊 靠 好痛啊 靠 好痛啊 這個也要用兩個氣 先這樣子 羊踢 下一波敵人來了 怎麼那麼多啦 暫時提高倍力鋸氣 暫時提高倍力鋸氣 然後再用那個這個 然後因為我剛剛一直鋸我的那個氣啊 所以攻擊越來越高 哇 大雄來了 蠻酷 等一下前面還有一個令狐公子 等一下前面還有一個令狐公子 喔 他膽很痛耶 不用聚氣 增高倍力 然後再用攻擊有沒有 因為已經增加了倍力了 哇靠 他的護盾超高 完了完了 我兩個聚氣沒有用 路徑 增加兩個臂力 只能用攻擊 靠 等下等下我快 我快撐不住啦 聚氣啦 來 聚氣兩個 畢殺技 還好喔 有沒有想用畢殺技的說 欸這個感覺很強欸 等一下 先不要過去 我們先充賣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那個 感覺那個BOSS不是我這個小咖可以打贏的 看一下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聲望值可以幹嘛 領一些元寶 買一些該領的領一領 看我們等一下可以幹嘛 哇 我覺得有點 商城看一下有什麼可以買 喔 就是要用花錢來買東西啦 反正我現在500多塊 等一下再買 我們領一個這個 然後好 我們領完了之後我們可以用這個 增加自己的 修煉自己的心法吧 熊魔王啊 好 都不行了 小心他對我造成三次的傷害 他下面有任何的一點 護具都沒有 哇靠 痛 我們要這個重劍 我有一個巨器的太棒了 來 巨器一個 然後來一個 增加碧力 養功 可棄斬 絕技 無名一閃 唉唷我差點要死了 增加碧力 靈神 增加臂力 看他還有20幾滴血 哎喲 路徑增加 重複兩次 戰法其實蠻好玩的 就是你要算一些微微的東西 這應該是什麼副本之類的 啊 抽卡 抽卡不知道會抽到什麼 哇 我們抽到新的攻法 我猜攻法就是 新的攻擊力啦 這個吧 我裝備棍會不會沒有辦法用的武器啊 我還有一些那個 任務可以過 就是 會的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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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